画面上是基隆市长谢国良特别拜访守护外幕山行动小组召集人王省之跟市议员陈冠宇 守护外幕山行动小组发言人陈维仲及基隆市职业工会秘书长顾翠晴 生态律师蔡雅瑩 希望透过这个会谈纳入公民团体的意见一起来守护外幕山 这一次在立委选举上也取得非常好的成绩 所以一方面是来跟他致议 那一方面大家都很关心未来的能源跟转型跟环境的问题 最近也看到一些世界报道 就是有提到就是说未来的民进党政府可能在选后 在这方面也会有一些作为 所以我想在这方面我们跟这些公民团体 大家一向是有密切的往来 而且大家理念相同 然后我们会就公共政策大家不断的交换意见 特别特别期待大家可以帮帮忙 就是说不是立场上的问题 而是在讯息散播这件事情上 我们期待有更多的基隆人 可以明确的知道这个讯息 然后同时愿意一起来讨论 那所以环平会如果真的确实会召开 守护安慕山行动小组我们绝对不会缺席 我们虽然说不会缺席 但是我们知道我们要出席是非常难的 因为我们并不会被邀请 所以我们大概也只能用传统社运的工作方式 很清楚的就是在现在的环境部 很清楚的拉出一个战线来 然后希望能够引起更多社会的讨论 然后以及更多基隆人的关注 所以这个部分可能就要麻烦 我们基隆在地的媒体朋友们 可以多多帮忙好不好 这件事情其实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这个协和电采天海造立的最烂方案 绝对不应该被粗暴通过 它需要更仔细的国会沟通 这个是不管是否是区域立委 是全体的114位立法委员 都应该要高度重视的能源议题 因为在协和电厂转职里面 就是我们是非常有机会 落实所谓的2050年 就我们即刻直接变成再生能源电厂 协和电厂是最有机会的 就是希望说协和电厂即刻除疫 除疫之后呢 也更不希望是说 使用像这样最烂的填海造地的方案 第四天然气接收站来填我们的海洋 这其实它不是一个 只是毁掉50年的基隆的发展 它是将基隆的永久的整个海岸线 外面山海岸线直接破坏 而且会直接的掐住这种港的港嘴 让我们的港务经济就直接被毁灭 外木山 这个首屋外木山小组提出的论述 经我这样看 我是认同的 我是有感同的 那我们现在做的一个决策 要盖不盖 盖天然气 未来50年都是这个样子 后来深奥 我们当初真的把泄煤打下 后来煤根本就 不算是主流的能源那个方式 还好我们那时候打下来 我看台电其实是感谢我们的 赖清德总统 现在的总统 他在竞选期间的时候 曾经到中火去直接说 他认为中火可以转型成再生能源 那我们会认为说 这其实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就让能源转型 不要只是用暂时性的手段 用天然气接收站 或是天然气电厂 继续的制造空污 继续的增加碳排 然后或是继续的破坏海洋跟港市 那其实这件事情明明就已经 像赖总统他就已经具体的承诺了 那我们为什么呢 不能再让我们的协和电厂 也可以履行 就是能源转型的初衷 让协和电厂可以直接转型为再生能源 其实从这一次三个总统候选里面 都有提到说 台湾现在的发展就是不缺电 所以在这种情况底下 协和电厂进行更仔细的国会沟通 或是市政评估跟考量 绝对是对于基隆人 或是对于全体的能源发展来说 最好的选择 那我自己也期待要亲自参加下一次的环评会 因为我应该是会被邀请 我也一定会参加 那我也呼吁台电可以真的好好的思考一下 假如未来国会也不支持 然后民意也不支持的时候 可不可以真的往再生能源的发电的方式 去思考协和电厂的未来 因为这个是几十年 我们现在所种的因 未来几十年基隆的下一代 都会在这个环境下度过 所以我们也呼吁台电好好的思考一下 但是我们也不能说 不给它进行该进行的程序 包括环评等等 但我会亲自出席 表达市民朋友的意见 给台电跟环境部 让他们清楚的了解 市长谢果良最后表示 四阶问题并不是新一波的蓝绿对抗 纯粹是对环境与生态的关心 再生能源是未来五六十年民众所需 虽然在政党方面 与前议员王省之不尽相同 但是对环境议题的看法相同 未来也会邀请林佩祥立委 让基隆市民的民意 能在国会被展现 记者黄正生 陈淑平 基隆报道